日本欺骗了全世界 这是因为俄罗斯旅游博主去日本旅游后 在外网最大视频网站发布了一条名为 黑帮流浪汉垃圾场的视频 博主直接激情说出 如果你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干净礼貌有秩序 那请你一定要看完这期视频 他即将揭露日本想要从地图上抹去的阴暗面 走在大街上垃圾遍地 到处都是躺平的流浪汉 只可自一搭就能睡得香甜 有个破沙发就是人生赢家 他上前询问老人为什么不回家 老人的回答耐人寻味 他称这里很完美很有趣 自己就喜欢这么过 博主心知肚明 倾笑一声打趣 这或许就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说着流浪汉还展示起了自己手上戴的戒指 转见一位大哥正睡得呼噜正天响 猝不及防 博主身后突然传出一阵怒吼 周克白的吓了一跳 不敢多坐停留 博主继续往前走 一路上他们采访了很多流浪汉 大爷称自己本是一位高级工程师 工作不好找没了钱 只能住在这里 一位打扮时尚的大爷 从旁边突然窜出来拦住了博主 本应为是乞讨者 怎料大爷神明兮兮的亮出宝贝 七张只用一千日元走过路过 别错过 先后吓得赶紧逃离 说好的日本人都很保守呢 本应为街叫出黄马挂的是工作人员 打听后才知道他们也是流浪汉 幸运的是 有人给他们一份临时的工作 只需要每天巡逻街头 就能获得三餐和一个临时的住处 这些岗位竞争非常厉害 俄罗斯博主到日本旅游 被风情街和流浪汉刷新认知 原来全世界都被日本骗了 在当地著名的大阪平民窟 博主见识到了最真实的日本 大街上到处都是流浪汉和垃圾 来到公园这里更是流浪汉的聚集地 打听后才知道 这些流浪汉基本都是上了年纪的 并且都有不菲的养老金 既然这样 他们又为什么会流浪呢 钱究竟都花到哪了 这些流浪汉在公园的空地上玩着棋盘游戏 他们大多数都是瘾君子 啤酒不离手 做饭的锅 睡觉的帐篷 就这么随意的搭在路边 整个公园显然已经沦为流浪汉的大本营 大爷已经85岁 他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 但现在只能在公园寄一顿饱一顿 博主不敢相信 这就是传说中干净严谨 一个盘子都要写三遍的日本 灯红酒绿的银座和流浪汉聚集地 仿佛只有一墙之隔 更讽刺的是 日本明明禁止赌博 但在距离警局的不远处 就有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玩扑克 看起来赌注还不小 随后博主来到了禁止拍摄的风情机 直接颠覆了大众的认知 这里白天大门警毕临杀人 可到了晚上热闹非凡 每家门口都是彩色的灯 各色娱乐场所 想要的类型都有 能掏空所有人的口袋 博主称 这条街在日本存在了很多年 曾经还为日本经济崛起 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走出风景街 博主发现 日本的大街也是遍地垃圾 烟头塑料袋 一拉罐 让人无处下脚 年轻人最醺醺的围坐在街头 早就习以为常 夜晚的日本又是另一番景象 街头充斥着喧闹的音乐 女生拿着船单站在街头 向每个路人推销 大量的酒吧是年轻人的最爱 看到这里网友评论 提醒各位游客 在这里 无论男女 千万不要付出自己的真心 这里的服务员 会提供完美恋爱的经历 但他们都是为了钱 竟收好自己的钱包核心 凌晨的日本 垃圾贬地 很难让人相信 这是一个宣传 连厕所都干净的 能睡觉的国家 提到日本就想到浪漫的樱花 虽然已经打破了对日本的滤镜 但樱花之旅 博主还是十分期待 只不过这次又要让他失望了 整个樱花树被绿色的塑料布围住 完全破坏了美感 知道的是为了保护草坪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正在施工 大街上到处都是奇怪的建筑物 没有统一规划 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 看到这里网友评论 说起城市规划 没有国家比中国做得更好 那里的城市绿化简直完美 公园有专门休闲的地方 整个城市干净整洁 根本没有流浪汉 真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抹黑中国 博主的日本之行大势所望 本以为会遇见动漫中的美好场景 结果只看到了垃圾和流浪汉